霹雳以保红蜜山村民在星期天 举行第一次的和平请愿集会后 更多邻近地区的居民 包括拉奇 万里旺 白丽莎花园等地的居民 今天也一起加入第二次的和平请愿集会 大约300人高举副条在化学厂前抗议 要求化学厂停止操作和搬迁 不过抗议30分钟后 厂方没有派出任何代表和居民交流 在万里旺居住了22年的杨女士指出 每当刮风时居民都会闻到 来自化学厂的刺鼻气味 不知道一枕什么锤 好像很确后一样 这些有毒的东西 对面就是住宅区 政府不应该批准的 这些东西 抗议要搬 影响我们下一代都有问题的 那些墙水已经是 人不可以闻到的 你闻到那些墙水你看 你在树底做事 如果下面有墙水 那棵树都会洞的 我们人体怎么给那些墙坚强 给不到那些墙坚强的嘛 不然就算我们一趟就来 都没所谓了 但下一代又怎样呢 我们是住这里的嘛 因为虽然这间厂在这里30年 可是每逢有下雨天 我都收到有投诉 就是这种农烈的气味 就会随风漂流到整个新村 这些医院希望可以的话 他们搬去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不要靠近人口住宅去 万里旺州议员林碧霞透露 他已经接到化学厂厂方的电话 并约在明天下午两点见面 希望厂方到时可以交代 化学气体外泄事件的来龙去脉 以及解决方案 NTV7PB采访我到